音樂 同時在美國有個最重要的外交場域 就是川普跟金正恩的會面 我想就川普政府來講 他應該把所有的重心都花在這個場次上面 其他的相關的外交領域的活動 他應該是以低調為宜 所以我們原來期待說 有更高層的派員來 所以我想就以美國政府來講 以穩定為前提的狀況之下 我認為他就是派出助理國務卿過來 可是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 在國務院裡頭我們知道有40多個 而且他來的也不是負責亞太事務的 是負責教育文化的 談一些教育文化交流比較軟性 不會違反到台灣關係法 如果來的是和軍控這些軍事有關的 我覺得這個時候大陸可能會抗議 所以基本上 美國的任命就非常保守 非常安全 不至於讓對岸抗議 但是呢也不會衝擊到這個 新加坡的串金會會談 那對台灣來講 這個Marie Royce 她的先生是來自於加州的眾議員 Ed Royce 那長期是台灣連線的成員 同時她在外交委員會長期服務 Marie Royce不是一個第一次來台灣的 而是常常來台灣 那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至少是一個老朋友 是一個支台有台的一個美國友人 這次新館的落成的時候 台灣駐美的代表處 叫做經濟文化代表處 經濟文化代表處 所以美國派他們的國務院裡面 主管教育文化的助理國務卿 就是等於是司長局長級的人 來到台灣對美國人來講 就是身分剛剛好 以美國的國務院來講 他只是按照他應該做的事來做而已 那台灣現在的解讀就很多了 因為之前把那個秉化的太大了 所以當這個秉 當回到現實的時候發現 美國國務院還是按照他的專業來走 他的感情上就受傷了 然後就說是中國大陸打壓 然後又說美國人 那如果中國大陸打壓 那等於是美國人 美國人屈服了 美國人投降了 美國人就向中國大陸膜拜 所以就派一個局處長級的人來嗎 是這樣嗎 如果你強調是中國大陸打壓 那你等於是潛台詞 不是就講美國人向中國大陸膜拜嗎 這個助理國務卿 Marie Royce 因為他是國務院來 那我們覺得說 好像跟美國在實質關係 就是說比較有大的改善 但是那來的 他又是負責教育跟文化 那大陸也沒什麼好抗議的 那真正我們想來的 因為美國說 剛好在川津會 所以也沒辦法來 等於三方都可以接受 Marie Royce 然後美國跟台灣都有一個藉口說 成績不能再高 是因為有川津會 那我覺得這樣大家都可以 就是等於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不會覺得說 第一個會失望 或者第二個會覺得憤怒等等 都不會發生 對於中國來講 他當然期待台灣問題內政化 所以他當然甚至他期待是 美國駐北京大使館 派個官員過來參加更好 那事實上這個是明顯的矮化台灣 我也相信美國不會接受中國的要求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抗議 在外交上也是一個 可以預期的事情 那美國一定程度的拒絕 中國的抗議也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本來就是 很正常的外交的一個關係 那中國的外交的抗議 我覺得也事實上也視為理所當然 我覺得不需要去 太去care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所有的事情 都以中國的抗議為 討論的前提的話 那大概台灣的外交 就不用處理啦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也不用處理啦